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引发战争 冲突 剥削 残暴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 造成无数人间惨剧 当年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殖民统治 从事奴隶贸易 掠夺资源财富 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输 时至今日 我们所处的世界仍未走出殖民主义的阴影 殖民主义仍以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等形式存在 并正在拖累 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影响国家间正常的经贸 社会及文化交流 当前国际秩序中不公正 不合理因素 仍然存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 机会 权力等方面 尚难获得真正的平等 这些都是殖民主义历史后果 延续至今的体现 中方欢迎联纳非制化特委会通过的 铲除殖民主义各种表现形式决议 我们期待决议在四委获得通过 中方支持继续推动17个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非制化进程 支持非自治领土人民争取自决权力的努力 呼吁管理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在当地促进发展 保障人权 保护环境 中方敦促那些曾经推行殖民制度或从中获益的国家 拿出政治意愿 承担历史罪责 补偿殖民后果 停止沿袭殖民主义思维 停止奉行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停止损害他国利益 干涉他国内政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通过和平谈判 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我们敦促英国 积极回应阿根廷的要求 尽快与阿方重启对话谈判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找到和平 公正 持久的解决办法